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中兴的中兴体育馆 向各位自己亲切的问候 今天我们通过国际公军运行 向大家现场直播 第16届超级时飞世界羽毛球 男子团比赛的决战 由中国队对马来西亚队 各位观众 对抗比赛是从北京下令局 13点钟开始了 我们看到的这次双方们 是一盘单打比赛的第一期 现在是由中国选手杨阳 迎战马来西亚的西医单打 拉西西来撤 场上是中国选手杨阳 以5比8落后3分 这就是拉西西德克 因为他利用往前多的脚 夺回的发球鞋 拉西西德克是 取得观众非常熟悉的 马来西亚与谈舞兄弟当中的 最早的一刻 排行老五 他的大哥是 李斯本西德克 阿尔克和专业的是 拉西西德克和南西西德克 等一会将 富裕海亚队 第一 双党 拉西西德克呢 他23岁 肯定打卡的特点是 右手握拍 在场上 活动范围比较大 他也是活跃于 国际语坛 多米利云选手 中国选手 杨阳他27岁 是来自江苏与谈 女孩名下 也关他的情报 王大关之后 非常熟悉了 为了更好的 转播新军的 这场精彩的 抗菲结赛 我们可以邀请了 与毛球的世界冠军 五国语坛的 营将 阿艳平 做我们的转播顾问 他的和我们一起 向观众非常熟悉的 刚才是 马来西亚队的 拉西西德克 在回往中 球当中的球 国王以后 没有过 他上比分是7比8 杨阳还落后一分 拉西西德克 在这比赛 开战以后 打得很放松 多了个王军 突然跃起以后 扎定一分 从例子看 是两名选手 杨阳和拉西西德克 有过五次交通了 杨阳一直是保持不外 但今天比赛开战以后 非常开战打得很顺手 无几乎的 但是 被 对对这个 拉西西德克 可以说 对中国观众来讲 对他来讲 从此程度 也不如其他的 马来西亚队 西德克三重力 对他的 这个连续区分 对这上来 对他的7比5 反而超出 现在他还领先以赛 以赛比5 去先以赛 这个情况 对这个 变化 不在了 这个变化 是变化的 今天的那个 拉西西德克 拉西西德克 今天 比较放松 所以打得特别好 大家在 这一陆前 已经看到了 打得特别的 放松 杨阳的 在被对方 赶上来 这段时间 比较高级 他有时候 就是讲 有点急于 就像 就是 他就讲 别是在做 对 这段 现在是通过 拉开 整个底线 然后通过 拉掉这样 来控制杨阳 所以我们 刚才给观众介绍了 从历史上看的 杨阳和 拉西西德克 交锋过5次 保持不败 可以说 实力上和 整个的 这个 心理因素 出面上的 应该是 没得车 但也绝对 但是这场 比赛开始以后 为什么杨阳在 开局情况下 一直是 领先的车下 反而对 这方连续 得了 7分 还有 7分 5分 现在 还追上了 80 这个主要是 一个是这方 打得比较放松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 塔利西亚队在 这次 这个 阿姆斯杯的 决赛 之前的 半决赛里面 是 打得非常顺口 角度赛 他们 无论 以李赛 以李赛 说的 都不得意外了 在 这个 半决赛当中 他们是 以 3比2战胜了 总会呼声 很高的 纪录林下队 所以是 马来西亚队 情绪非常高 他们特别 纪录决赛以后 就 非常上等 非常的放松 因为 从实力上 相比这两个队 应该说 不在一个 纪录线上 但是马来西亚队 也想 尝一尝冠军的哥们 所以全队全力以赴 还是抱着这种 一次心理呢 来 对中国队发行挑战 中国队呢 现在因为是 已经是连续两届的 他非得选 这次比赛 力争 达到三连段 所以 队员们 可能在开场以后 还是 战场上 不够放开 所以开机以后 这场上比赛是8比8 我们现在要介绍比赛 比赛 拉西基德克 准备放到 军前全部有错 今天马来西亚队出场的队员 是拉西基德克 担任第一单打 第二单打是复活奖 第三单打是关于你 拉托夫基德克 和贾兰迪基德克 是一队兄弟了 担任马来西亚的 第一单打 第二单打是 马来西亚的 专业强合 谢谢 中国队的第一单打是 王梁 第二单打是 窩窩窩 第三单打是 赵志亚 林伍波和贾兰迪 担任第一单打 人参和陈波武 担任第二单打 现在中国队是 十比八 比赛两分 志亚 看着拉西基德克 都变三 四个平台 拉西哥 走完的走动比较快 所以说比较切 好球 从这个现在央是11比8的一张 从整个个以上我感觉几次拍到羽毛球的另外 决定羽毛球的一直到外边来观看比赛 就是现场转播呀 感觉到这个比如像在羽毛球比赛里边 就是两名选手之间一阵实力上有的时候 好像表面看有一段距离 但是场上有的时候有一段 某个局部战场上争夺 有些回合争夺还是相当介练的 还是很紧张的 但是有的时候还 我还被对方咬一口拿一瓶是吧 对 像这次羊羊也不是说在 这次比赛里面的旅关方向 大家就说羊羊他27岁了 他在鼎盛时期是86年880是吧 现在羊羊27岁了 他能保持这么高的水 这次羊羊在半年赛里面 像和波罗斯特的比赛 也正在天中一局的情况下 最后是连反了两局 以2比1合成 所以在这个羽毛球赛场上 一般出现一些起伏的 也都是这么长的 拉斯基列克 拉斯基列克 准备把折拉的冰箭 就给出现了 我只能给出现了 我只能帮助 两局的小三角 来到准备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这一局的车 你去找个折拉的冰箭 你去找个折拉的冰箭 在这一局的小时 这一局的小时 然后你去找个折拉的冰箭 这一角球是不是要求物理人一个是这个技法要好 再一个是手腕的动作 手腕比较不快 正好杨阳在上网的上网的上网的上网 没有进入大方的进入 对对对对对 现在双方打成了十比之一 巴西基的措施落后一分 这是双方的阿姆斯杯决赛的第一盘三大比赛的第一局 今天该能够容纳巴西基的观众的 这一局就做了将军一千里 马来西亚海 巴拉队的观众 他们展示以后为马来西亚队加油阻挥 有个马来西亚队的情报 等于和我们结合 常常的情报和空心的给大家 展示以后要直线情报 推荐 推荐 adult 对在整个情况下 因为这个羊羊 比马没有发生过自己 一个体系的巨�еров 我真的反对对对对对 一般的情况下 一队到中国队到对手的心里 所以打了一个轻pty 有多少血人就当冲 ách上IAM粉 换了个国内 第二 record 其他人可以打电影 直接放 我们的对方是回贴,我们是回费的这一段 所以重视之地,对方对我们的打法特点都比较不平 像东方里面说的,我们这次感觉就是他们讲的 准备了半年了,一个一下子 就是没想到这个决赛当中和马来一下子也碰到了 这说明在准备上呢,这个恐怕呢 也不如对打一个一下子那么贴得 这个是杨阳总统的发球前 上届的汤姆斯第一决赛就是东国队和马来西亚的进行 马来西亚在半决赛里面出人一绕的以3比2战胜了一鲁一价队 那么时隔两天以后马来西亚队再次打入了决赛 另外的马来西亚队在东南亚的一鲁一里面 三比二战胜了这 begin each happened 只是在三月份的这个哈姆斯吱飞的选胜赛当中的是 输给了2比3中的一鲁一鲁 在苏狭波一通胜他们是5比0 stressful 所以对 Reina马来西亚队的指 launched 租 Wrestle갈 Это准处选有的很高 可以说你一个一下子的差距的一定在缩小 甚至可以说是不敬 división 可以说是 pretty loud Emmanuel 那边是拉西基德克在顶线夜局里号杀了一条直线 夺回了八重球 现在是杨阳八重 拉西基德克八重 报告节目有错 这球拉西基德克打得很苦对 但是二人影响应该给杨阳打死 所以双方恐怕的有时候挂的都是同一个毛病 也是超时过急 14比10 杨阳领先 4分 大西基德克大致的力量很重 8分 杨阳八重 公立花这样以15比10 先拿下了第1次 15比10 各位观众 康姆斯威的比赛是从5月24号 在日本的迪士屋开幕的 与此同时呢 第13天尤博杯的世界羽毛球迪士团比赛 也在日本 到昨天 尤博杯赛已经结束了 在结合当中 中国队是 在三大比赛里面先以3比0获胜 后面的两盘康姆斯威比赛 中国队是 出本的这种 这样最后以3比2战胜了南超级队 第四次 逢走了 游博杯 这也是中国比赛 从 这次的 他们这次游卑比赛 有来自中国 丹麦 英格兰 伊都 伊西亚 南超线 南超线 瑞典 以及中道主 日本共9个国家和地区的16支 南超线 151个人参加比赛 双方的第一季比赛 刚才一共进行了27分钟 第二季比赛开始了 第二季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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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两家人的投赢 二季比赛 二季比赛 一季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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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比赛 撒从 第三季比赛 一季比 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方向感觉一定要改变,尤其向后退息步到底部,往前往左顺移动到底部,右顺移动到底部,心中都有措施。 一般的情况大家都知道。 一般,我听说这个乳猫就是原上,这个上级的这些高级的准备,可以搞。 有些时候,我听说,这个准备,这个准备的准备,这个准备的准备,这个准备,这个准备的准备,这个准备,这个准备的准备。 这个准备,准备的准备。 渊 ham мире,准备的准备。 这个准备那种突发那种,这个准备之的, 这弱点确实是妙道接跟豪烷了。 是吧? 好,长出一次,深长休,一次。 就是正好这个战场了,好座。 하겠습니다,篇龍一脸了。 工人tin 第一局比赛里的洋洋在开始的时候也曾经是5比0 但是最方连车的气氛反以7比5 反以5比7落后2分 那么后来洋洋还是一鼓作戏终于15比10拿下 对了 拿起来的个带就对他球真的不出界了 我想第一个选择的比例就是说像海外平像你啊 像你那些 但是你谈的世界一楼好走都是世界万一了 你能平时和南一间走这个比赛特别打 这个比如说打了一场15分的比赛 能够从他们手里拿多少分 我们如果试验的话我们不可能跟上阳阳他们这种对比赛 拿到比6分的 因为他们的水性比我们高太多了 首先他们的速度和力量就压制我们了 我们一般的试验就是跟我们有男队三名的同学 也就是说男女比赛他们的速度啊力量 比我们三很大的优势 所以我们这个没办法比得正好吗 有没有平时打过的 那个我的时候打了 好玩的那就是 他们有的时候带我们去面 我们投了就跟他们打了 但是一般的情况我们有专门的来 就和我们去 看见 女神 男的比赛我想对于判断来讲就更加重要 对对对对应量 如果对方已经做不动的里贷 您实在是靠转音的话 你那是 rept 要是需要靠取位 而且靠大卡判断 这个球 拉西西的手腕抖动了特别常常发生领先的 非常巧合 拉西西德克在上级的汤姆斯冰的节线当中是出了第三弹的 他的大哥是出了第一弹打 领基德克出了第一弹打 拉西西德克出了第三弹打当时呢 他是在第三弹打当中是推给了中国权者道敬华 十九两年 在大哥出了以后 拉西西德克的实力不断上升 正前的成为马来西亚的单打半军 出了第一弹打 我们看到这边选手的记忆呢 也从前两天提起的真是出飞猛进了 现在拉西西德克在这局比赛里边 本来是几比三落后 这段是反应五几次超出了 六四 再得一分六比四 好球 六四 再得一分六比四 好球 六四 再得一分六比四 国家三队的主教练 二哥的叫拉克夫·希德克 老三的是贾兰迪·希德克 等一会儿张 这是马来西亚的第一手打 老四的是拉曼·希德克 是马来西亚的第三手打的 老五的就是拉西·希德克了 现在是拉西·希德克以6米4领先 表远迪·希德克杀两块都杀直线 再放往前 对方回球从底线 换发球 今天应该说至少到现在 拉西·希德克 这时候水平发挥得非常不错 说他打风的也差不多 现在呢 马来西亚的主教练是原来我国语谈的名将 前世界冠军 他呢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 指教马来西亚的 一队的主要队 那么他上演以后呢 主要从这个基本攻击 基本技术 各方面来 注意对马来西亚美国队员来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当记者问到他这个 什么办法 战胜了伊努迪西亚队的时候 他说三个字 偏偏偏 那么当看到 以中国队比赛的时候 他说同样还是这三个字 他说相信了中国队呢 中国这种大型比赛 能够取得仓碑 但是呢 一定的会通过于马来西亚队的比赛当中呢 对马来西亚队水平 有所提高 用韩健的话讲就是 偏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今天比赛开始以后 我们看到 拉西西特克打得还是很主动 韩健守得比较稳健 拉西西特克 往前球勾得相当漂亮 其实拉西西特克的网线球勾得确实相当漂亮 一次是非常劳烈的洋洋吃亏 巴西西特克又走回了八成拳6比4 这样放往前 好 这球很窃网 所以拉西是难挑 入底的话那球还带点旋软是吧 勾得也 这就很窃网 对方如果要真正把地球接好了 恐怕这拍的要拱过球网 好吃 刚方打成了5比6 咱还落好几分 我记得杨阳 杨阳擦这个各项技术 无论这个往前还是后擦 包括移动手法 因为说都是一流的 但有的时候呢 我都感觉杨阳在场上 有的时候好像有意要和对手 看看底里某项技术 如果说我把人球连续吃亏两个的话 我非要跟你斗一斗 把人球连续吃亏两个不可 我们记得上这个在去年在伊鲁尼加 举行的这个世界羽毛球比较赛决赛决赛 杨阳是和伊鲁尼加的阿迪相遇 就当时阿迪就往前球 本来是老战前 赢了不少球 杨阳的这个 非要和对方斗个敌死我活 最后的第三局终于往前球互相对脱呀 抽对角 也使这个阿迪一筹嘛赶 今天杨阳在这一段比赛里边 谁也往前就吃了几个亏 但是看到现在呢毫不手软 还和对方全力以赴在斗 这当然也是一个有实意的特点的表现 马来西亚拉拉队的观众们 有节奏的这个踢着鼓 而且声音很响 是不是浩大 所以拉奇德克加油 下手发现好球 这个球对方都还没来得及准备 那球已经下来了 你看这球 出手的地球这个点 正好是他自己的场 对 头顶 大球 杨阳的打发特点就是以拉开出去 好球 他是在向左侧移动方向 他是左手杨阳的左手 我反而左侧移动当中 突然用这么手 杀了一番 而且是这个点杀一番 速度很快 轨迹很平 对方接球不及 回到高雄半场球的杨阳连去刷两弯 这杨阳是以8比6反而超出了 超出了 拉奇德克出现了判断的错误 有这么一句话 江匹就还是老的辣哈 对 拉奇德克尽管 现在打得很完整很年轻 但是在对攻当中还是爆出了一些错诈 比如像基本功啊 另外的场上的方位判断呀 杨阳打球啊 一般的比较让人放心 虽然有的时候 对 跟人家咬得很紧 但是他 自控能力很快 对 所以大家看他打球 比较放弃 即便有的时候 就分数咬得很紧很紧 他自己能够把握住 所以我们又讲起来 像昨天 咱们在转播的 游窩杯比赛中 你讲的时候 有的时候 看球的人 打球的人还紧张 场上一个人心里有时候 反而到非常 非常放松了 是吧 可是呢 在看球的时候 观众手心里都 一把汗 拉奇德克中差一番 再放往前 然后把球拉到后场 好球 然后打得很足度 这球 这球杨阳 不要手太高了一点 想让他更推往中 这球 今天在日本东京的 东京区域馆里 去做了许多的 语报中爱好者 今天正好是一个星期天 许多日本的 男女青年们来到这里 包括许多的学生 他们在这里呢 来 兴致活活地观看比赛 愉快地度过一个周末 好 就这么很被动的球 原来都跌过来了 二次 处理不但 就给人家 对方 拉奇德克打得很上风 是打了一个 对身球 拉奇德克是8-9 还落后一分 在马来西亚 羽毛球是 最普及的一项运动 可以说是 马来西亚的国足 基本上 这个这项球队 也是马来西亚 在各项局当中 处于世界最领 尖锐的 最高水平一项球 所以这个 马来西亚 羽毛球队 一旦有机会 如果比赛的话 都会有 庞大的拉拉队 来 随队 前往 也显然在 经常 被自己的球队 加油作威 那么 所以这次打入 仓碑决赛 许多观众 许多局外人 觉得很意外 实际上 了解马来西亚 对实力的人 都觉得病之意外 因为马来西亚 现在水平不断的提高 已经具备了 从印度级下队 分离抗礼的能力 而且我们通过 这些比赛 大家先看到 他的实力 因果弱 拉奇德克 现在是10-9 领先一分 拉奇德克 准备拉底线 通出线了 翻发球 跳起扎球 好球 这个拉中 突击是杨阳的特别 当对方还没来得及判断的时候 他的球已经都下来了 杨阳确实是一人老将 可以说身经百战 从84年的这个 苍古四杯 虽然中国队这次是2比3 输给了 印度级下队 但是杨阳出任第三单打 当时还是 发挥了水平 杨阳阳出任第三单打 下手 好球 好球 拉西这个打的很公平 然后把球拉到底线 本来 本来这个杨阳的回对球 就比 比较 就比较 不够厚 对吧 对方半场夜 就大这球又下网了 对方也很想 你才是给对方打 我想问一下 像你看这球 你现在是不是心里不行 我愿意 杨阳比较了解 我想可能坐在这个 运动员行习上的 中国队的教练员 和运动员心理 可能和你都一样 是吧 就比较坦然一些 因为你的话 杨阳自控能力比较强 就是大家对他的实力放心 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特别是他到关键的时候吧 能够咬了自己 我们从历史上看杨阳 在八十年的 昌克斯底比赛里边 是出了第三端打 结果他是 十五比十和十五比九 胜了 印度地下的 里水境 在八六年 中国队在 雅加达是 三比二胜了 印度地下的 杨阳是 出任第一端打 结果是十五比七和十五比一 有的时候可能和这个身体系列 就是是否能调整到 距离水境最高状态 但有的时候身体有点 有点疲劳 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调整 他的目标主要是 大的比赛打好 小的比赛有的时候作为一种 迅速地尝试锻炼 有的时候学着新的东西用 叶阳在后场 跳起杀球杀直线 对方反省没有把他接起来 叶阳就以十五比十 拿下了第二几 叶阳以两个十五比十 二比零 战胜了 阿拉西亚的拉西西德克 这样中国男子羽毛球队 先得了第一分 一比零 双方的 这个第二几比赛 看起来紧张 但实际上也是打了 十两分钟 二练中间 几根